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按照那个线路逃跑 一定会被抓的 我试过了 你是谁啊 我叫托里 和你一样 被绑到这里来的 七年利哥去出任务了 让我来保护你 这是利哥让我送给你的 还有水果 七年刚采购的 小弟弟 你是负责采购水果的 把小子去掉 我已经十三了 弟弟 这些水果是你买的吗 不是我 有专门的车出去采购水果 离个让我挑最新鲜的给你 那那些车在 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的 姐姐你还是安心的待在这里吧 你还闭嘴 你还不闭嘴 没想到 就处去 不闭嘴 讀兀 不时 你都闭嘴 好 今天需要设定检查啊 我们打开 检查 来来来 打开了 快快快 我们打开 检查了 检查了 你还挺悠闲啊 快仔细点啊 下车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开了 开了 赶紧检查下一辆 好嘞 我早就说了 不行的 快出来 快点啊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快点 这里经过的每一辆车都要检查 小心了 再去那边检查 快点 快点 去了去了 我走什么呢 快点 姐姐 你 你的手 别动 有这虫子 他没骗你 他没骗你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 夏菲 夏菲 你回来了 老夏 你看 我还带了你最喜欢的满天星 老夏 老夏你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好好 晓薰 你回来ily 好 放下来 好 好了放下吧 来 来 来 好 快抱起来 快快快 小心点啊 何丽华可能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 或者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现在已经没事了 以后我们会家乡病房管理 不会再让他跑出去了 医生 刚刚在楼上救下他的那个男孩 你们认识吗 他呀 新来的护工吧 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记得他不怎么和我们说话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谢谢 你有没有觉得 刚刚楼上那个男孩特别眼熟 那个人我本来就认识 你也认识 念初姐 真的是你们呀 托里 真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们 你怎么到云城了 那场爆炸以后 我就离开那儿了 读了一笑 好 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云城实习 之前 总听念初姐说 云城有多么好多么好 就想来看看 你满十八了吗 我下个月就满十九了 那还是十八 还是小朋友 按照中国的惯例 我虚脆十九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还记得那会儿 我叫你小弟弟 你可不乐意了 这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那时候 我比同龄人各自小 寨子里边 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念初姐 你是我第一个朋友 应该是厉腾 你第一个朋友 应该是厉腾 对 厉哥 你怎么也在云城 为了跟他在一起 你吃 真不用我们送你啊 不用了 我回医院 走着去就行了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念初姐再见 厉哥再见 干嘛呀 你今天怪怪的 你今天怪怪的 哪里怪 你干嘛突然在 脱离面前许恩爱啊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才没有呢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那小子喜欢你 你不记得了吗 今天这个虫子咬了你 你千万不要挠它 今天这个虫子咬了你 你知道吗 我怕你其他地方 也被感染了 听话 人几天就好了 托莉 今天谢谢你 不过 我连累你了 那 你还跑吗 怎么 你这么不想我走 就因为你厉哥 让你看住我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要娶你 人小鬼大 我是认真的 你才多大点啊 怎么娶我 放心 我会保护你 怎么保护啊 用这个 我不是想好 这你都记得 这你都记得 那就是半大点的孩子说的玩笑话 你就当真啊 阮念初他不是孩子了 是 不管怎么样 他在我们眼里 就是小弟弟小朋友 以前是 以后也是 其他的事情我不管 但是阮念初 我话先说在前头 你离那小子远点 你都多大人了 你都多大人了 脱离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连他的醋都吃 不是 五年 五年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喂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种行为啊 叫幼稚 对 我就是幼稚 是 不会这么巧吧 救了师母的护工 竟然是脱离 厉哥 你的情路还真是坎坷 听说你和乔小姐在一起了 对 这么多年来 你第一次谈恋爱 好好把握 厉哥 我就是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惺惺的事情 感情这种事嘛 你千万不能瞒着对方 也不能有单方面的牺牲和隐瞒 如果你想要好好在一起的话 你就得把一切都告诉他 这一切 这些是不是嫂子叫你的 报告交了没 现在去 现在去 还 谢谢 念初 石头 他是我朋友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念初 我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别没大没小 叫姐 找我什么事 这是前些天 我在医院外面捡到的小野猫 它被车撞了 我把它送到宠物医院 医生给它缝合了伤口 现在已经基本脱离危险了 然后呢 它已经出院了 可是你知道的 我住在护工公寓 确实没法收养它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帮你收养它 用具我都买好了 都是现成的 好 小可爱 现在这个世道呀 不光人不好混 连小猫咪都不好混了 这么可爱的小家伙都没人要 你放心 你放心 我呢会好好对你的 以后你就不用再流浪了 好不好 念初 你住哪儿 我打车送你回去 厉腾一会儿下班来接我 咱们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 厉哥见到我 又该不高 然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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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